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一在华盛顿 与欧盟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举行会谈 讨论目的在于反制俄罗斯重惠乌克兰边境线企图的战略 在会谈之前白宫指责 莫斯科与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 阻止欧洲停火观察员 在俄罗斯边界全面监督停火情况 欧盟理事会主席前波兰总理陶斯克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 说欧洲还没有做好就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反叛活动当中所起的作用 再一步制裁的准备 虽然停火线附近的挑衅事件不断发生 同时五角大楼在星期一宣布 有大约750部美国陆军坦克装甲车和其他武器装备 已经抵达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 美国陆军第三步兵师的大约3000名官兵 也将会在下星期部署到波罗的海地区 这是与拉脱维亚、纳陶园和爱沙尼亚军队 执行训练任务的一部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